来 周永俊老师 哪些守面向的人 个性很坚强 人生遇到再大的关卡 他咬的牙都可以成功过关 对 我们想说 个性很坚强 就是能够承受别人 承受不了的这个压力 就什么事情都愿意自己扛 而且不要说乐观 就是什么事情 都是自己往内吞 不管你承受得了 承受不了 反正扛得了扛不了 都是会愿意自己扛这样子 所以说是个性很坚强 其实有时候个性坚强 乐观其实也不是不好的 因为你乐观的态度 你才能够有办法 在困难的关卡里面 你才能够一步一步 慢慢的走过去 所以有些你就不要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或是说真的有那个程度 你自厌自安没有用 应该讲说 环乐是没有用的 因为环乐如果能够 处理事情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努力 就坐下来环乐就好了 所以环乐是没有用的 是一定要积极的 去面对这个困难 所以 我跟老师的想法 真的一模一样 对 我就是因为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都觉得 与其你在那边 难过伤心自怨自爱 为什么是我 那你还不如就去解决这件事情 然后如果家人或者朋友来 他在旁边欢乐 还要回过头来安慰他 安慰他 没事 所以我就觉得 那你们不要看我 那个脆弱的一面 对 所以说一定 如果说像这种 个性坚强的人 就是你碰到任何事情 你都不会怕 就是我们讲 半杯水理论 有的人剩半杯水 他就会怀恼 怎么办 我只剩半杯水 那有的人剩半杯水 他觉得说 还好我有这半杯水 我还有时间可以去做 处理很多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乐观 乐观才能让你 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有更积极的力量去做 那现在我们想想看 这种人就是刚强 就是坚强刚毅 绝不退缩的人 就是额头高又宽 如果说你的额头高又宽 像这种人通常都是 比较聪明 比较各方面 他面对事情的时候 他知道如何的去解决 他会慢慢的去分析事情 知道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事情 再来就是我们讲两枚宽 两枚宽的话 就是这个硬档比较宽 硬档比较宽的人也比较乐观 反正人家是走过 我爬也爬过去 就是这样子他不会怕说 什么事情反正 冰来降当 水来土也 什么事情 人家过得了 我就过得了 所以他不会去想 后面的事情 他只想说 我一直的往前走 像这样子的人 就是人生遇到任何大关卡 其实他都可以好好的成功地走过去 因为怎么讲 你不走还是要得走 所以说一定要走 像这种人通常都比较容易 走过他的人生关卡 是 再来就是 这种人比较耐心有毅力 那他是能够坚持到底的 就是在 他的这个鼻梁 鼻梁非常的挺 鼻梁就是这种个性 就是很刚硬的 再来就是鼻头有风 因为鼻头丰富的人 通常他对于任何事情 他的看法也比较稳当 什么事情他也愿意承受 什么困难他不会想说 不愿意去让人家看到 所以说他愿意就是报喜不报忧 你好事情别人看到没关系 但是恶劣的事情 或是不好的事情 他是愿意自己扛下来的 还有就是前骨高耸 前骨高耸就是 因为两前要来拱这个鼻子 让这个鼻子才有力量 那这个在我们讲人生 就是工作事业也好 什么都能够很顺 那就是因为他其实有一个 一股很干强 面对这个困难 他会有这个勇气 去走过这个 我们讲说人生的关卡 这个就是一定要有 这样子的状态 他才能够坚持到底 任何事情任何困难坚持到底 因为他的坚持到底 通常都是会成功的 再来就是 我们讲说果断勇敢 勇不低头的人 这种人就是嘴型一定要正 我们这嘴型正的人就是心不偏 心正 心正你的理念正的话 你做什么事情都愿意好好的走 应该讲说心正的人 邪气不轻 那就表示说你这些事情 只要邪气不轻 你就是什么事情 你都能够好好的勇往直前 都好好的能够做好 再来就是宽大的人 通常他的那个叫做 内心方面也比较 比较open 比较开朗 因为你开朗 有这个开朗的性情任何的难关 不管是前观 不管是身体的难关 你都有办法好好的去过下去 再来就是嘴角往上翘 嘴角往上翘 因为你乐观嘛 你认为说反正那个医院里面 这个病人是比菜市场的人还多 那我干嘛要怕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我就是有面 我有乐观的精神 反正大家做 医生就已经在帮我们的忙 那有那么多的那个药物 那只是可能 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痛苦 不快乐 但是我们还是要过 就反正我竟然就得到了 就是用这种乐观的态度 去面对这个事情 当然他任何的关卡 他都能够成功地走过去 一定会成功的 谢谢老师鼓励